好了主播 车头便突然窜出火烟 驾驶立即靠边停车 与乘客赶紧逃出车外报警 火势随即迅速燃烧 现场烟雾明漫 瞬间整辆车烧成一团火球 虽然火势迅速被扑灭 但休旅车已烧成废铁 索性车上两人皆没有大 也不需送医 当时正值下班时间 一度造成交通阻塞 索性事件很快就排除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